Hello 大家好 我是Max 今天我们去港岛的豪宅区 宝马山 行一条BB级的石垫小马坑 可以玩一下水 然后再去红香炉峰看一落 全程都是5公里多一点 3个小时就行完 我们今天的路线就是这样 由北角出来之后 上去自由亭 然后行小马坑去北拿山 然后就转回红香炉峰走 我们首先去北角站的B4出口 上到地面之后右转 在这里过一过马路 然后继续右转 向前走一点 这就是去香花径的楼梯 我们一直向上走就去到这个天候庙 这条香花径都很好走 有很多鼠音 没什么分叉路 但是也没什么风景看 但是也没什么风景看 走到这里呢 我们选左边向上的楼梯级 在这里就选左边这个楼梯级 那我们就上到天候庙道 出来转左 那我们沿着天候庙道一直向前走 直到见到很爱国的左校 培桥中学 经过了一大堆豪宅之后呢 我们很快就来到这个 培桥中学旁边的楼梯 那我们上到楼梯顶之后呢就右转 沿着宝马山道向前走一点 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公园 那我们就在这个公园的尽头开始上山 宝马山这里附近的路呢 四通八达 很多叉路 记得多看点地图 在这里右转继续上山 即是跟郊野公园的方向走 那这里呢 元老都是树荫来的 都挺好走的 这个路口左边呢是上宝马山的 我们现在继续向前走下一点 那我们继续跟着这里指着金督瓷马征那个牌的方向走 那这条小径呢应该是没名的 那去到这个路口呢 继续向前走就对了 一直向南走 那前面这里呢就是金督瓷马征了 我们在上面走五百多米左右呢就可以去到小马坑的了 其实今天的行程呢最难的部分呢就是怎样去到这个小马坑 所以大家呢 请少忍耐多一会儿很快到 终于到了 这条桥下面的流水那里呢就是小马坑来了 那我们在桥里拍一拍照 然后呢要回回头了 我们要走这个牌左边的条路 那这里呢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入间的 不过呢我就觉得 这里太难走 还有旁边有条靓路 都是行靓路 那向前走二百米左右呢 就会到这个自由亭了 那来到这里呢 看到这个神运原地的牌呢 我们向前走一点点 跟着呢就在这里兜进去呢 向前走多一会儿 就会到这个自由亭了 其实这条路呢 挺好走的 都真的适合一家大石来走 已经开始见到有些小朋友在这里玩水 那不要那么心急着 我们继续在这个自由亭的右边继续走先 那再走多一点点呢 我们就可以入间玩水了 逗来逗去 终于来到小马坑了 可以玩水了 那这里呢是一些石板坡来的 好平缓地向上斜啦 中间有些水啦 两边都有点劲的 所以其实不用湿脚都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享受一下被大自卫包围的感觉啦 那记得呢 下完雨之后呢 千万千万不要来这些地方 因为有机会会遇上山洪步发 很危险的 那天气热的时候 坐在这里浸一下水呢 都挺舒服的 我们沿着左边的石仔路走啦 其实都不算很崎嶇的 以走石坚来说呢 这道路的难度真的比较低 因为可以完全不用湿距地走的 所以间鞋都不用带 那当然啦 行山难道这些东西是因人而异的 如果你不是走开山的话 可能都会觉得这里有点崎嶇的 那行小马坑的好处呢 就是你随时都可以走回头 那麽快呢 前面这就是龟石 那这里呢 河床好阔 石板好平 那大家坐在这里 吹吹水的 其实都不错的 那我来的这一天呢 是星期日来的 那都看到几多个工人姐姐在这里 那我们呢 就继续向小马坑的上游走过去啦 数间啦 那我们呢 就继续向小马坑的上游走过去啦 数间啦 那我见到一大班外国朋友啦 带着狗在这里玩水呀 聊天呀 真是几正 在这里 她看嘛 listens 点力富人呢 阿醉 在这个部位呢 我们就要走右方的一条小径上主的 那边上游走 不走得ública 這裏會有少少崎嶇,要小心點走 我個人覺得走這些路都蠻好玩的 它沒有平地那麼滿,其實又不難走,都蠻有趣的 香港的郊野最好就是這點,不用很久就已經可以由石屎森林出來一個很大自然的地方 在小馬坑四處張網,竟然是一棟高樓大廈都看不到,一些人做的事都看不到 只是聽到流水聲和善鳴鳥叫,真的很軟離煩囂 我們繼續向前走,其實已經很接近北拿山 走這條小馬坑呢,因為它兩邊都有泥路 其實會常常在左邊走容易一些,還是在右邊走容易一些 跳來跳去跨過這條小馬坑 例如這裡,左邊現在好走的,但是走一走,好像沒有路 跳去右邊又繼續走 跟著這條彎彎曲曲的河道,我們繼續向前走多一點 就已經完結了今天的小馬坑數間之旅 前面這個路口,左邊是去惠奕信徑第二段 右邊我們就繼續去這個北拿山無線電接收站 出來的無線電站就左轉 我們沿著這條馬路走400多米左右 走到這裡,右邊就有一條路可以接入金督池靶 我們游回來這裡 我們又要跟著這條金督池靶走1.2公里左右 沿路條路都很悶,很平地,沒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所以我當時也是用這個趕路的模式走 走到接近這個蓮花公山,就開始有些景點了 而且路的左邊是有一條小路可以上山頂的 我想上面應該更加好景 我看到一些攝影發燒油在上面起了三腳架 但是我就趕著去紅香爐蜂,所以就沒有上去看看 路的旁邊有時都有一兩個位可以拍照 我們出去之後,繼續完這個金督池馬徑 繼續向紅香爐蜂走 很快前面有個叉路口就是爐蜂咬 我們直去就去到這個紅香爐蜂 我來到這裡通常都是跟著絲帶向上走就算了 上去的路是有少少崎嶇的 男士們如果帶著女朋友或者女性朋友上來 記得伸出你的下雨作人的手,幫幫他們 這裡的石是大級一點,有些泥有時會比較滑 下雨之後就會很泥零,千萬不要過來 你看我已經戴上口罩了,因為山頂上會有很多人 然後你看看前面這塊石,簡直是瘦的表現 肥一點都過不了 不過我發現我好像是兜了路 剛才叉路如果選左邊應該不用經過這塊石 那我們就上到紅香爐蜂了 這邊要上上面那塊石就要辛苦一點 是要有少少難度的 你看看上面這裡很大塊石上面都騙滿了些人 大家都霸佔一個靚位在看日落 有放航拍機的,有打卡按LIKE的 右邊紅香爐蜂的標高柱 有更加多的攝影友在這裡 準備好長槍短炮影日落 我現在就爬到另一邊給大家看看那邊的風景 嘩,這裡簡直是迫到水洩不通 因為紅香爐蜂這裡真的很交通方便 在天候地鐵站搭小巴,下車行十多分鐘就可以來到這裡了 這個景觀真的沒得彈 走的路和離的路是一樣的 如果你要看日落記得帶頭燈 下車來盧峰峽這個叉路口 我們就左轉走回甘督池馬徑 向前走三百多米就會看到樓梯 就是左邊這條維修斜坡的樓梯 一直落到最底 兜著這個井,跟著那些欄就可以走出去馬路 出回來這裡就是寶馬山道,聖精北中學附近 再向前走一點就是寶馬山巴士總站 有很多車小巴可以下去 現在右邊看到這條路 其實就是可以回甘督池馬徑去紅香爐蜂 其實我通常都會走這條,因為這條市正很多 就不用像我們剛才那裡走坑渠下來 說回終點的交通 除了剛才說的搭小巴巴士之外 其實你走下去北角地鐵站都是20分鐘左右 那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如果你有什麼山上行想我拍的話 記得可以留言給我 你們的支持是繼續出片的原動力 下次再見,拜拜 嘅! 別啦